这是你吹奏出来的声音吗 然后你的老师常常告诉你 要增加气速以及气量 可是你从来都搞不懂这是什么吗 今天就跟你分享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立刻找到好的气速以及气量 你只需要准备一张像这样的卫生纸 然后看着这个脚脚 对着你的下巴 离开你的脸一点点 对着这个点用吹长点嘴型吹八拍 然后你的卫生纸必须要能够维持在这样的高度 如果只有这样子 或是乱飘 都不行 这样都表示你没有找到好的气速以及气量 如果呢你可以让这个卫生纸维持在这样的高度 我们那就表示 恭喜你你找到好的气速以及气量了 他用到场地上就会像是这样子 小红书 来的儿子 我先去腿 我们就要帮助我 然后再来做一些调子 我先去腿 我先去腿